咱们的暗黑游布好像可以升星了 我们来升一下星啊 把它进界到四星小伙伴们 暗黑游布终于进界到四星了 然后多了一个技能 把装备给它传戴一下 大家好我小鱼啊 今天我们继续来吧 传奇英雄 今天我们准备来玩一下暗黑游布 暗黑游布的话也是升到了四星吧 对升到了四星 但是距离六星的话还有很久的路啊 哇这个武器可以给它升一下等级啊 这武器马上就要三十级了小伙伴们 很多小伙伴都说这个暗黑游布超级强啊 小鱼也是在宇宙英雄中有一个满心的暗黑游布 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传说英雄今天咱们来试一下吧 首先咱们来挑战一下欧布任务里面的一个黑暗之刃吧 这一关挑战的是一个加古拉啊 好的我们直接挑战一下加古拉 我们直接拍上暗黑游布 我暗黑游布的这个剑又不见了呀小伙伴们 哇这个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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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视频小鱼的这个暗黑游布的这个圣剑也是不见了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提起小鱼嘛 说暗黑游布要做队长做队长他的这一把圣剑就不会被偷了哦小伙伴们 我们来试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 继续挑战暗黑游布的一个疾风试炼 看一下能不能打过去啊 疾风试炼还是有点难打的对 来了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 这一关挑战是赛罗跟电子格莫兰 来啊来一发三技能 哇这三技能都可以啊小伙伴们 咱们才39级然后四星 不错呦来来一发冰冻生剑 他这个武器的话应该是有几个元素的对 但是这个电子格莫兰是真的肉啊小伙伴们看到没有 赛罗都已经倒下了这个电子格莫兰还没倒啊 他这一个技能的话他是有几个属性的呀 应该是有四个属性吧对 好的这是一个图属性的吧 打完图属性这个变成绿色变成了绿色呀小伙伴们绿色是什么属性啊 好的一个一技能带走这一个电子格莫兰 可以哦 哇他的剑还是不见了呀小伙伴们 刚才小米 刚才小米也是没有留意啊 在战斗过程中他的剑还在不在啊 这个很诡异啊小伙伴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再去试一下啊 好的我们的剑在这里啊 在这里在这里没有被偷 有一点哇这伤害有点高小伙伴们 哎呦不倒下了呀直接女王来报仇吧 看来这个加拉特龙还是没那么好挑战啊小伙伴们 还是需要我们的女王出场啊 女王没带装备伤害也是很一般 他的剑又不见了小伙伴们 结算的时候就会不见 但是在打斗的时候他的剑还是在那里的对 来开下这一个杰德宝箱 拿一个黄色胶囊 来了小伙伴们 赛文的胶囊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够境界一下我们的杰德啊 赛文胶囊我们来融合一下 哇讲道理这些胶囊真的很难获得呀小伙伴们 除非去这里抽取吧十年召唤应该可能会好获得一点 但是靠开箱子的话真的很难获得呀 好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